繼續開會 這一節我們請許議員會議總質詢 謝謝 45分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 市長 上會副市長 以及各單位主管 還有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各位議員先進 還有我們的港澳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先來播放第一張的PowerPoint 先放第一張的PowerPoint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公務局的趙局長 你出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旁邊還有我們养工處的處長 請教一下 這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是在什麼樣的狀況會有這張照片 從這個陸服來看 很顯然是在講 道路可能是A席的部分 A席的部分 大概是在什麼區呢 本席的選區有四個區 是人武 大社 鳥 松 大樹 哪一區呢 我是去過鳳仁路跟永弘巷的部分 哦 永弘巷 鳳仁跟永弘巷的路口 我的記憶力當中是有 是 所以就是緊鄰著我們人大工業區的 那一條永弘巷是不是 應該是 應該是嘛 這個事情就是發生在去年的12月份 本席在議事廳幫人大工業區附近 就是人武跟大社交界的永弘巷那個地方 因為有很多的重型的車輛經過 包括化學潮車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博友不堪負荷啊 早已經損壞很久了 但是年久失修 當時特別針對這個案子提出質詢 但是事後呢 因為局長特別提到 因為這條路啊 的這個本席所爭取的那個材質比較特殊 是比較可以耐重擊重壓的 所以成本高 必須要一千兩百萬 所以呢 牽扯到經費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延後一點時間 好 但是本席啊 要特別來感謝我們的趙局長 在今年的九月底啊 已經順利來完成這條永弘巷的道路翻修工程 老實講 很多行進的民眾 不一定只是造福我們人大工業區的員工而已 包括有很多人 可能是順著這條路要上下雪上下班的 造福很多很多行人的安全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 也代表我們人武大社行進的路人 來感謝一下我們的趙局長 好 局長你先請坐 好 感謝完局長之後呢 本席呢 也要特別啊 來針對 這一兩年來 本席在議事廳裡面 針對我們民生的議題 所提出的總資訊當中 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市政府的一級主管 到底有沒有重視 有沒有來追蹤本席所 質詢的一個議題 好來 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那個觀音山的影音檔 好 謝謝許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會盡快到觀音山去走一趟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可以分成短期的解決方案 跟一個比較中期的解決方案 因為你如果一下蓋廁所 第一個要有地方 第二個要有經費 所以我想短期的解決方案的部分 本席已經幫你找好了 在深雅公園旁邊 這個地方 這邊有些卡拉OK 請回答 好 謝謝許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會盡快到觀音山去走一趟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可以分成短期的解決方案 跟一個比較中期的解決方案 因為你如果一下蓋廁所 第一個要有地方 第二個要有經費 所以我想短期的解決方案的部分 本席已經幫你找好了 在深雅公園旁邊 這個地方 這邊有些卡拉OK 可以了 再播放下一個影音檔 也是觀音山的 你說觀音山的風景區 在那個所在 我剛才看 剛才顧議員所說 如果他要去便宿 要650公斤 對一個有時候 我們下遊覽車 比較緊急 我覺得這樣太遠 到底 我們那裡有公帝嗎 你說觀音山的風景區 在那個所在 我剛才看 剛才顧議員所說 如果他要去便宿 要650公斤 對一個有時候 我們下遊覽車 比較緊急 我覺得這樣太遠 到底我們那裡有公帝嗎 你說觀音山的風景區 在那個所在 我剛才看 剛才顧議員所說 如果他要去便宿 要650公斤 對一個有時候 我們下遊覽車 比較緊急 我覺得這樣太遠 到底我們那裡有公帝嗎 你說觀音山的風景區 在那個所在 我剛才看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我們再播放TVBS的 有人賣菜 有人賣工藝品 位於高雄大社的 觀音山風景區 每到假日 湧入近萬名遊客 但想要找間廁所 這裡是高雄市 觀音山風景區 也是遊客 一下車聚集 最多的地方 不過想要上個廁所 最近的還距離 650公尺 650公尺 到底有多遠 我們實際走一趟 不但得經過完顏的道路 還得通過上坡 最後來到半山腰 才終於 好了 經過一連串的山路 我們終於抵達 位於半山腰的廁所 不過這時候時間 已經花了超過8分鐘 其實在風景區 入口處旁的大爵寺 就有廁所 但數量少 又在寺廟後方 容易打擾到 清修的僧侶 最近的公廁 在650公尺外 或者是另外一處 700公尺外的登山口 讓一下車的遊客 想方便 卻很不方便 許多人透過民意代表 向市府爭取興建公廁 但觀光局公廁沒蓋 反而先貼上幾塊告示牌 讓民眾越看越生氣 包括在議會的質詢 市長都有聽到了 可是為什麼是 這種的官員 出海的結果 還是只是兩張的告示牌 這樣告示牌 我們的服務處 助理就可以處理了 聲部到兩旁 有人賣菜 停止 好 本席為什麼要特別秀出 這個影音檔 表示本席重視 我們大車觀音山 在假日 禮拜六禮拜天 不是在八山的人 包括有很多是 包遊覽車外縣市 來到大車觀音山 風景區這個地方 邊登山 邊欣賞觀音山的美 的一個山景 所以呢 所以今天我們市政府 在這個觀音山風景區裡面 有設置兩座的公廁 但是呢 這兩座 都是設置在半山腰的地方 距離山下的三角公園 大概六七百公尺左右 所以剛剛市長 有特別提到 如果說真的 有很多遊覽車 很多都是 比較上了年紀的 下日之前 一定要先找廁所 上廁之前 也要上廁所 所以呢 本席現在請教一下 我們觀眾局的曾局長 這個案子到現在 已經一年半了 經過三個會期了 請教一下我們的曾局長 目前的進度如何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許議員 跟許議員報告 其實當時的這個質詢結束 其實我就已經到觀音山 甚至拜訪了大爵士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去了大概有三趟到四趟左右 我都去走了一遍 很好 對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在答詢裡面也提到 我們需要有地方 包括市長也提到 我們需要有地方 要有那個土地 找了一年半找到了沒 對 那我們在土地的部分呢 我們這一段時間 都一直在處理土地的部分 那現在已經處理完成了 包括宜波 包括整個土地的地幕 找到哪裡 其實是在三角公園的 靠近三角公園旁邊 那裡有一個空地 對 那裡有一個燈寮 比較長型的這個土地的部分 所以土地的部分也處理完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要找經費來蓋廁所 經費大概多少 我們現在目前呢 已經開始就是在設計規劃了 那我們這個經費的部分呢 我們總共是有1600萬 那但是這個1600萬呢 不只廁所的部分 因為市長也特別指示 我們要把整個附近周遭的整個景觀 包括三角公園 要重新做一個適合遊客來 而且它要打造成這個遊客來 遊玩都有一個景觀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包括廁所的主體 包括整個景觀的部分 我們全部重新做一個設計 那目前的進度是 我們已經把整個公廁 跟這個景觀三角公園的部分 已經完成細設了 細部設計 那我們今年的11月呢 我們完成設計之後呢 我們預計12月 要做一個這個開工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 好 局長 感謝你 雖然拖了一年半 可是至少有進度 有結果出來了 那我想 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生理需求嘛 尤其是老人家 你叫他爬坡 六七百公尺 才能夠找到廁所 這個是非常不人性的 好 局長 那我也期待 這一個廁所 包括其他 你說細部的其他的設計 整體性的出來 能夠發揮他 一千六百萬的一個效益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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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席 那本席接著看 POWPOINT 我們看POWPOINT 來 我們先來看 這是人武地區啊 各里的人口數啊 本席特別把我們的大灣里啊 四千六百多人 跟八卦里啊 一萬八千多人 來做一個比較 兩個里的人口數啊 相差了四倍之多啊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很高興啊 因為大灣也是本席的選區啊 我們大灣有爭取到一個 綜合活動中心 經費大概兩千 一千萬是中央出資啊 我們的高雄市政務負擔一千萬 然後我們設計兩個樓層 一樓啊 針對老人的關懷據點 許所對 二樓呢 還有一個月染室啊 包括有一些 機動性的一個空間啊 非常好 這代表 土地能夠善盡其用 但是呢 本席覺得非常的疑惑 今天我們八卦里的人口數 已經來到一萬八千多人 本席在一年半之前 質詢他那時候 只有一萬六千多人 短短的 才一年多的時間 又增加人口數了 他的人口數 是我們大灣裡的四倍之多 但是他卻沒有自己的活動中心 來我們來看看 八卦里活動中心的那個影音檔 看看我們市長 當時是什麼回答本席的 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感謝匯議員 當然民進郁平高 我們 到達北瓜里 現在看到的人口 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四的人 報瓜里是人口 精進行動的地方 現在市政府對我們 是不是泄泄沼多人 części 這 scales 這個部分 是基本上 單一的泄泄沼活動中心 市政府是不鼓勵 不鼓勵 我們覺得可以多元 對老人 對我們的托兒 是一個多元的活動中心 其實我們也可以來設計多元 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可以了 可以暫停了 本席要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陳市長 董崔西 你回顧本席來幫忙爭取 一年半前 爭取八卦里的設施 這個活動中心 你特別去提到 就是說 你希望它是一個多元性的 那大灣這個地方 爭取到2000萬的經費 它設計是綜合式的 綜合的活動中心 綜合的東西 就是它包括 多方位多功能的一個定位 但是本席非常疑惑 今天我不是單獨只有替八卦里爭取 我要爭取的是一個合理 合理公平的問題 今天大灣也是我的選區 有綜合的活動中心 我當然也替大灣里的里民高興啊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八卦里 人口已經來到一萬八千多人 它的離口是台灣的四倍呢 它現在還在使用什麼樣的活動中心嗎 還在使用八卦里面有一個北屋社區 北屋社區當時的建商 為了方便給那個社區裡面的里民使用 有蓋一個鐵皮屋 這個鐵皮屋大概頂多只能夠容納一兩百人啊 一萬八千幾人的小孩 沒多當中心 客人一兩百人的鐵皮屋裡面 市長 北瓜里這個地方有很多外人口水平都相當的高啊 這應該審安共用市的問題 這樣工作是要取得好 市長 今天我們可以為了幫忙五合里 八卦里 為了解決他們淹水的問題 我們也像中央也好 我們地方自己也自酬經費 來針對八卦北屋 智宏 智宏這個部分做一個公園 做一個親水公園 当时还征收了很多私人的土地 花了不少钱 但是为什么今天八卦里 只是要争取一个活动中心 遥遥无期 市长 这个差别太大了吧 请市长回答 请市长说明 谢谢医长 谢谢郭医官 八卦里这个部分 第一个高雄市 也有花很多的经费 解决淹水的问题 过去八卦 八卦里那个所在 淹水情严重 那个部分 包括抗议园 有很多议园提供 当北卦里 那个里面外团中心的问题 市政府是对里面外团中心 这个部分 是无高励 都没可能一个里 都一个里面外团中心 但是我们八卦里这个部分 那市政府你说到重点了 既然大湾 这样市政府没务呢 那为什么大湾可以有 造成活动中心 他们有自己当时在重划以后 有剩下当时重划的条件 有留一笔钱 认为要做一个大湾的这个部分 要有不只是里面活动中心 是一个很多元 那所以当时大湾来找 所以本时强调啊 八卦这个地方也可以设计多元啊 我们这个部分 处地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上盖啊 我们可以盖到三楼 盖到四楼都没有关系啊 人物里的活动中心也是这样子啊 盖到三楼啊 现在八卦里有两个活动 社区活动中心啦 有两个 当然如果这两个不够理想 这个部分 市长 你近年以高兴的天气 现在因为啊 全球暖化的这个议题啊 现在很多都是暖冬啊 当天的时间很大 你认为一堆人挤在一个铁皮屋里面 这些人会会很舒服吗 当然是不舒服啦 对啊 那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那八卦里 要为是不是一个社区多元化的中心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愿意重新 对旧有的社区活动中心 怎么样子做合理的改造 这个我也希望 我们民政局去进行了解 请听啊 我有发现哦 你想做的事情 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你一定全力以赴 是不是啊 我们自己本身 靠用市建户附近不久的时候 还可以上我们的中央 请他来帮忙 结果呢 但是有些地方 现在反而是变成文子馆了 所以今天老实讲 八卦里的腹地还算蛮大的哦 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包括我们也可以或许在志宏公园附近 你都可以为了要在这个淫水的问题 能够来征收土地 我们要不要一气呵成 就在志宏寺公园的旁边 进行征收嘛 我们活动中心不需要这么多的腹地嘛 我们可以往上盖啊 市长 你如果想要做 我相信这个事情 对你来讲 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市长 再给你一点时间 好不好 再给你一点时间 我希望下个会期 我可以看到 像本席在关心 大社观音山 三角公园 设置这个公厕的议题 能够一样顺利来完成 让八卦里民 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参与活动 可以集会 里长可以做正义宣导 甚至有时候发生地震 发生台风 我们可以做强制的 不是强制对不起 可以做一些安置 谢谢 市长 你先请 我会请民政局 针对现阶段 我们的八卦里这两个地方 有没有进行更好的改造 那或者说那个地方 我想你也可以跟当地的里长 区长 来进行了解 让我了解 那我再做一个决定 谢谢 谢谢市长 那我们八卦里的里民 期待我们的市政务 能够有所作为 有所进度 好 我们紧接着看 看下一个 那个PowerPoint 不是PowerPoint 影音档 影音档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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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在我们什么地方 缺少的停车位 还是说 由于道路 到底道路 道路是行人的使用 道路有没有停车的功能 还是道路也应该有若干的空间 可以化作停车会 我认为我们的交通局都应该按照它交通的专业上来做一些处理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在这个道路的两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 那或者是让能够让市民知道 说我在这里也没办法停车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停车 因为这个部分一方面要让行人行的道路更安全 一方面如果到处都是停车 导致我们人行道上受到很多的阻碍 这也不是我们所期待 那我会觉得说希望我们在整个大厦这个问题 停车问题既就洗衣员钢的咨询凸显到 我们在大厦的整个大厦是这个停车的问题 要怎么改革 我也希望我们的交通单位和警察局交通大队 在这个部分我们有哪些改善的可能 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我想我们愿意立即来改善 好 可以了 好来本席请教一下我们杜花局李局长 局长 你的看法 一个地方是否进步 迈入都市化 是一个很有水平的 不管是乡村也好 不管是都市也好 交通顺畅是不是第一要件 如果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混乱 你认为这是一个步入正轨的一个乡镇吗 请局长回答 局长你应该听得懂本席在讲什么吧 我是指说 交通乱象是不是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城市 进步的指标之一 好 谢谢议长 谢谢徐议员 我想交通混乱它还是要去理解它的原因 那有些其实事实上很多很多的乡镇其实早期 我自己 自己那个父母亲的乡下 其实本来这个乡村都是大家人车非常多 那后来 但人车非常多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活动都是集中在那里 所以比如说有菜市场 那有一些政府机关等等这些 那地方居民开始会说我要希望说能够开外环道 来疏解这个交通改变这个结果 那结果造成什么 当然外环道一开了之后 然后确实不塞 但是原本的市区就落落下去 本期的时间有限 我只是要凸显这样一个交通乱象 你先请坐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这个是大赦中山路 本期特别利用昨天的时间去拍照 看到这部车 货车正在卸货 司机应该是在里面送货 那因为他占用了 这个是双线道 他占用了其中一个车道 我们的机车骑士没有办法 他只好也占用汽车道行驶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一台货车 是在卸货 这应该是司机 后面停了好几步 车上都是没有人的 占用车道的地方 所以机车骑士也只好 往汽车道来移动 后面还紧追着有汽车 所以今天机车骑士 如果不小心打盾 或者是低头看手机 接个电话 紧急刹车 后面的汽车就有坑了 追上的机车骑士 好 来 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车子 你看 中山路上三部车 排排艇 所以几乎完全占用了 我们只剩下一个车道 所以机车只好来到汽车道 汽车道又要跟我们的机车 同时抢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机车 汽车就不小心有可能会冲撞到对象的车道去 发生很严重的车祸 尤其本市的服务处对面又是国外市场 人车又非常的多 不是啦 都常常看着 赚好的现场 看着真的是很不忍心 来 本市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市长 市长 市长 今天 刚才你也有看过影音档 这都是担拔情所政策的案件 我就是要向市政委来科学 到底我们期间有没有来重视我们的民意 民意代表选出来能够在意识厅这个地方问证 就是代表民意来的 这个都是选民的心声 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所以呢 今天大厦中山路 完全没有任何的停车庭 我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要吃饭 而且这个地方又有人大公会区 好几千人在这个地方散班 那这附近一整排九层以上 都是商家 如果还要买一个便当 晚上就要用担 是不是拿个麦克风 跟旁边的商家喊 一个鸡腿饭 十个抗肉饭 然后商家用丢的丢出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停车位啊 那你没有停车位 他为了要吃饭的问题 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还是必须要停下车来 结果就怎么样 就被开担 有些民众一个月接到两三张罚单不等 我们的企刑户连算已经五六天 每年都编列超过十五亿的预算 赶紧先开担 充实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荷包 但是如果这是为了要解决的交通乱象 这是正向的 可惜你没有设置停车位 在这个地方 警方有时候不见得是劝导 有时候是马上开单 有时候是检举达人拍完照就直接检举了 我们的市民很无奈 难道大小人 没缴税金给我们高雄市政府吗 这样政府 可以把八岁开担 但是你没有设置停车位 你叫他停哪里 连本席有时候在赶行程的时候 随便在路边摊想要买个东西 果腹一下 我都不太敢停车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 我要以身作则不能违法 来请教一下我们警察局局长 局长 新冠上任三把火 今天如果是市长当市长 来到我们大车共産楼 完全没有任何的停车位 结果他开着公务车 在这个地方 他想吃个小吃 或是拜访一下民众 在这个地方违停了 因为没有规划停车位 违停了 局长 你要不要开单 要不要交代大赦派所 要不要开单 请局长回答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习言 我想市长的做错 应该是不至于违停 不至于违停 局长 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你就说市长不至于违停 为什么你会这样判断事情呢 因为只有 只有一个观察 你的观察 你才有多久你的观察 有一些活动 所以你意思说 如果市长要去 中央路这个地方 视察的时候 应该是市长就先下车 公务车就开走了 那如果今天公务车就停在门口等市长 公务车自己本身也违法 你敢开单吗 你开单了之后 结果还是我们老百姓买单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公务车 公务车最后还是百姓缴税的钱去买单 那我们百姓 我们要不到大赛中山路 一个停车位 警察拼命开单 一年编列十几亿 甚至买借有得好 又收到超过二十二亿 现在警戚一片萧条 百姓的荷包已经不保了 还要忍受这样的一个侮辱 局长 我请教 这样你来大车 你来大车 你如果要来百姓本舍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的车子要停哪里 你的车要停在哪里 你要请你的司机先开走 你先自行下车吗 那你认为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这样起建户 没有设任何的停车位 连我们的商家 也完全没有任何停车的机会 车子都乱停 造成交通乱象 这个加通乱象是谁造成的 是因为 这样起建户没有做好规划 所造成的 局长 这可以怪百姓吗 如果你有设置停车位 设置乱停 违规开罚单 这是一定要的 我绝对支持 站在守法的一个原则跟立场 可见你也是很听话的人 我们的市民真的 真的呢 希望呢 局长你先请坐 本期的时间有限 只剩15分钟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PowerPoint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市长 我们的市民 在技术中 有重新 这顺利的计划 有顺利完成 本市非常的感激 但是我感激不是代表我个人 是代表很多千千万万使用的民众 我是为了社会大众 也不是为了我个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高雄市政府乱花钱 没有符合我们的经济效益 议员还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要让百姓知道我们的政府是怎么花钱的 今天在我们大社中华路 牛路向公园这个地方 在105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完工了 花了我们的百姓一亿三千万 结果呢 是什么样的景象 一年多的时间 光秃秃一片 没有绿运 来请教一下养工处处长 处长 你对公园的定义是什么 公园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才叫公园 请处长回答 就好比说啦 什么叫男性的性征 女性的性征 这个一定是有一个标准嘛 不可能乱讲嘛 不可能说有侯姐她叫女性嘛 对不对 所以请教一下 公园的定义是什么 请回答 处长 谢主余 谢许预言 公园就是要让市民能够有休憩的地方 好啦 那我请教 光秃秃的一片没有任何绿印 尤其我本期特别提到 南台湾真的非常的热 不像北部 北部长下雨 温度也比较低 那这么热 这个地方叫公园 花了我们的百姓 一亿三千万 光秃秃的一片 都没有绿印 然后这个地方 热到要死 这个地方叫公园 花了我们百姓一亿多 一亿多你知道可以做多少事情了吗 一亿多可以铺几条道路你知道吗 一亿多可以让多少的孩子 付不起营养午餐的人可以吃到营养午餐你知道吗 处长 但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园 有没有符合他的经济效益 这个跟议员报告 这个公园刚才讲的一亿多 里面工程款是580万 我给你讲 里面当然还含有私人的征收的土地 但是这块土地并不大 它并不大 它范围并不是很大 你不要去模糊焦点 本席是要问你 它有没有符合公园的角色跟资格 有没有 那为什么今天它定义是一个公园 我的绿印完全没有 是光秃秃的 所以 而且这个地方啊 就紧隶谁 紧隶我们的民进党团的总召 张胜负议员的服务处的前面 就紧隶了他 这跟议员报告啊 很多大阁乡民 不知道这个花了一亿多 吓死了 大家在跟开玩笑说 许议员 如果有这么好康的 你敢不敢报一下 敢报一下 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以前不敢正当 我可能没法探订 这种好康的 你先请坐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在我们人物八卦的 休闲公园旁边 有设置一个高雄国际 的一个滑轮的溜冰厂 经费还是一样花了 我们的一亿多 一亿四千一百万 在一百零四年 二月份已经完工了 当时我们的市长 本期都有出席 去进行落成典礼 当时的用途呢 会取名叫国际 当然是希望 我们的国家选手 跟我们的高雄市的选手 或者是甚至 让我们学校 邻近的社区 可以使用 才不会成为文子馆 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市政府花了一亿多 到底我们百姓的钱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来 我们看到 尤其严重脱落 杂草重生 这个地方很像废墟 而且还有点像命案的现场 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设备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外面 已经生锈 非常的严重 这个地方 栏杆也是 严重吊漆 更好笑是什么 蚂蚁已经住到 这个地方来了 可能这个地方 可以遮风避雨 蚂蚁已经开始 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竹草了 还有呢 我们的溜冰场的 一个解说牌 竟然完全扭曲 脱落 被雨水污水 你看 都已经淹没 这个地方都已经脱离了 脱离我们的这个解说牌了 好来 市长 请教一下 市长 安倍生的钱 会更是这样 这样开 所以本市刚才是怎么这么想起 为什么八卦里面的活动中心 本市特别强调 台湾这个地方 他的银口所 是八卦里的四分之一而已 八卦是台湾的四倍 八卦的腹地 还比台湾更大 市长 你如果有要做事情 这个对你来讲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已 你看 今天 我们都可以 在这个这么小的腹地 设立一个公园 虽然人家会很大钱 花了一亿三千万 不符合效益 但是市长 这么小一个公园 市长又请主 来参加这个启用典礼 可见市长是多么的重视啊 我们也邀请大家参与啊 当然本市是也有到 没有错 我的意思是说市长这么忙 一个小公园 你也来到现场 好来 那我请教 那我们这些的问题 第一个 不好意思 市长 今天 当时啊 我们的这一个溜冰场 特别去强调 用途当中 除了我们 当然本市也是支持 我们的国家赛事 培养我们的体育 的一些人才 但是呢 有特别去提到说 可以开放给其他学校 邻近生育使用 但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里面就是市场 有人 还有一些高兴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已经新居落成了 所以它不是给人使用的 它是给动物使用的 成为文子馆的 市长 我们的建筑 开了啊 我们的建筑师设计完 设计不可以走啊 我们的保障 千块已经清早了 我们市政府已经落成 洋洋洒洒 跌排典礼已经结束了 感觉我们市政府 有一位市民 争取了一些的福利 有一些政绩了 这样就算了吗 难道我们后面 都不需要做维护管理吗 市长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我想第一个 修宣公公行的部分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种 民意的显现 也是我们的议员 大家努力争取 因为社区需要有一个修器的中心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 因为每一次的台风 豪雨 所以我们现在 那个桥子 我都是觉得 市长给它 这样大桥 没法移植 大桥桥子去 这个部分 那我会觉得这个地方 大色牛路 像公园 到现在已经落成多久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桥子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一百零五年 现在是民国几年 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一年半 桥子一年半 没法到 生得那么大长嘛 但是我是觉得 在那个地方 要如何达到 休闲的目的 我希望我们的养工处 我们的同仁 针对所有的公园 维护 我觉得都应该要检讨 在规划 在规划的时候 本来就是要把关 债钱 管理债后嘛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管理原则啊 难道今天我们是钱丢了之后 我们就不管他了吗 那你这样子我也可以来当市长啊 如果说维护不够管理不周 那我觉得我们市政府养工处 我们应该要来检讨 谢谢议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教 另外有关于 那个国际滑冰溜冰场 滑轮溜冰场 我想我们都认为 这个部分应该开放给 各个学校跟社区 我们来鼓励滑冰 这个所有滑轮的溜冰 那我觉得如果现在管理的不上 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局 应该针对各个学校 让这样我们的溜冰场 高度来使用 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鼓励 希望在人物地区 有一个国际性这样的滑轮溜冰 可见这个就是相关的业务单位的局长 没有督促好吗 那我们来检讨 那我也希望 你的确需要检讨啊 对啊你不检讨要不然怎么办 市民朋友选你出来 当然就是要为大家做事啊 对不对 好市长 谢谢 刚才有个问题 本期漏掉了 那大赦中山路没有停车位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我想在大 中山路有丢的吗 是附近有卫三处的停车座啦 目前开拼一处 我想交通局跟警察局 如果说路边那个空间有够 我感觉我们要在那里发停车位 如果周遭还有我们的停车场的一个这样的空地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来处理 几点啊 男子火车站 头前双边的那个 几乎有九成以上都是商家 住宅很少 是 人家也是规划停车位啊 也是规划停车位啊 那为什么大社 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破例去执行 我跟你讲 任何的公共政策一定会有人反对 但是也会有人赞成 我们还是在与与雄长之间 我们要取齐看哪一个是最利益 我利益最大化 要把利益最大化嘛 对不对 郝议员说明 我想请交通局 在你的专业上 如果在中山路 可以来为停车位 我基本上赞成 其论 我先生也是要求 在我们搭设中山路 还没有设置停车位之前 警察局长 麻烦你留意一下 要交代部署 我们遇到有围停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先用劝导的方式 我们劝导是因为要保护 这些人的安全性 如果旅劝不听的时候 不得已 我们再进行开单 可以吗 局长 市长你先请坐 警察局长可以吗 局长请回答 好谢谢议长 谢谢议席 如果是临停 临停的车时 临停在那边的话 是不用 是欠讨OK 就是有人在车上 在那边停在那边 我们就欠 如果他不是临停 这个条例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也有这样规定 这个OK没问题 好 局长 你已经答应本席 这个OK没有问题 那我就要看看 我们的人物分局是怎么样执行 辖区里面的大赦中山路 围停的状况 当然本席的意思 不要误解 我不是鼓励大家围停 而是今天我们的市政府还没有作为之前 我们应该要以 劝导的方式 取代开单 局长你先请坐 本宜时间剩下三分多 来 最后把握一点时间 我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地震局的黄局长 大赦97公斤的副团政策 到目前为止 已经延宕快二十年了 本来当初是 有一任的乡长 就是在他乡长的任内承诺说 他如果是洞宣兄弟的行 他会积极来推动 大赦97公顷的驱断征松 让大赦这个地方 虽然腹地不是很大 但是他会成为一个小而美的一个乡镇 我觉得这个构想非常好 结果啊 因为很多问题 因为禁费问题 因为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等等 结果一躺就躺大概十年 当时啊 我担任高雄县议员任内的时候 我担任副召集长 才把这个案子重新救回来 他本来已经胎死腹中了 救回来 我开始咨询 追踪这个案子 结果才开始慢慢进行 地上务的查顾 包括订装作业 包括在中山堂 开了无数次的公开说明会 好不容易 本来照理说啊 应该是要在明年底之前啊 这些的作业都要整个 包括公告都要整个要完成 让我们大赦的地方 真的可以建构一个小而美 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 居住的一个环境 但是啊 县内政部又有意见了 他说 因为面临到我们 对不起 面临到我们的旗山断层代 那一天我在公务委员会的时候 也特别来请教我们地政局黄局长 搞定给他打破公 我问说 旗山断层代 跟大赦局长征收 离这么远 又没有地缘关系 为什么跟他有关呢 你跟我答复说 是因为怕产生 应该是错动的一个现象 来请教一下 我们地政局黄局长 什么叫错动现象 你讲的这个是专有名词 一般民众听不懂 来然后我请局长 你要用台语回答 因为有很多 都从20年前等到现在 等到都老了啦 国家听了吗 请局长用台语来答复 我们大社区 97公顷的驱散增松 目前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请局长用台语回答 好 谢谢议员 谢谢郭议员 在大社区囊政策的关心 我跟这台区囊政策 做一个说明就是说 本来这个区囊政策 也是顺利在进行 但是因为 我刚刚到土地政策 有一个改变 所以对到区囊政策的 这些案件 都必须要有工业性 和必要性的苹果报告 所以我们把这个博囊政策到 来政策的时候 他就有两个重点 叫我们要处理的 一百万四年的时候 他就说 第一 他里面还有 还有十几个地主 他是要有零点九二公顷 他又要同样 物农 所以我们要有 几个农业专区 给他几个在那里 第二 就是一百三年 十二月 以后 地质调查 地质调查所 公布一个七三断层 其中的一部分 有到经过 我们的区囊政策 区的范围 所以 叫我们就要 做一个 那个上市的调查 地质的调查 和并告 结果出来的 法冠呢 就是说 它经过的所在 有 它的叫做 顶拌和蚂拌 就是说 这个蚂拌里面 有一个是顶拌和蚂拌 但是中央有一个 稚拌的所在 那个叫 我那天 跟医生 医生在说的时候 叫做 错动区 就是说 会叮咚 会叮咚的 那个一个范围 所以这家 那准是 做主体区的 整个 这个 有需要 有那个 地质敏感的 这个科路 地质敏感的科路 所以 它叫我们 监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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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就是说 重来 变形后的时候 那个 财务的问题 都是要 一并考量 跟那个 農业 专业区 做一并的考量 所以 为了这这样 我们把这些 要监图的 这些部分 我有 跟 这些经营 参加 土法局 做一个 那个 沟通 所以 目前 是要 经过 做 土地 结果 再次的 再处的 监图了 才能够 保证说 将来 我们的安全 因为这 这个 天才的 我们 没法 说 预测说 这一定安全 这一定不安全 但是 我们既然知道 那时候 所遇 地质敏感的 所在 我们必须要 有所 整个 做一个 更特动的 那个 土地价位的 一个 减讨 这部分 我是 跟 土法局 已经密切的 合作 所以 我们现在是 都启动 启动 启动 土地价位的 一个 减讨 当中 因为 这个 土地价位 在减讨 它是 属于 那 属于 那 主要 的 部分 这不是 高雄 企业 一部分 如果 减讨 这 可能 要 上 来 进步 去 做 做 审议 所以 这 时间的 部分 我们的 部分 我们的 部分 我们是 和 土法局 就会 充分合作 但是 金格的 留定的 部分 我没想到 跟他说 有一个 明确的 数字 跟这 大家 跟 库议员 做一个 名字 去答 好 谢谢 许会议 议员的 总咨询 休息 十分钟